如何保持小玲感 就让我来跟大家分享 大家好 我是小玲教主 雷小玲博士营养师 今天呢 要来跟大家聊聊巧克力 你喜欢吃巧克力吗 我想大多数的人都非常的喜欢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现在讲巧克力啊 这个五大优点之前 我必须澄清哦 我要讲的是 可可浓度在70%以上的黑巧克力哦 就像我手上拿的这一种 注意哦 我这个不是在工商哦 但是欢迎优质的厂商来找我工商哦 这个巧克力啊 有五大优点 那黑巧克力 或者是说 我们里面它的重点成分 到底有哪些呢 它有很多的健康功效 比方说我们讲的黑巧克力呀 它可以促进我们心血管的健康 因为呢 可可里面还有很天然的抗氧化的营养素 它能帮助我们降低血压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凝血的风险 另外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 促进我们的血液的循环 降低我们的坏胆固醇 所以呢 可以降低我们一些中风啊 冠心病啊 或心脏病的这些风险 另外啊 它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的功能哦 因为可可里面有 这个叫做黄酮醇这样的一个成分 它可以帮助我们大脑的血流能够增加 然后提升我们的记忆力 另外呢 对我们的这个视觉空间的这个意识啊 也能够提升 所以呢 可以缩短我们这个大脑反应的时间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脑袋的功能哦 第三个优点呢 是能够提升我们运动的表现 像可可里面啊 有个叫做表儿茶素的成分 它可以提升我们血液里面的 一氧化氮的浓度 所以这个一氧化氮啊 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血管的扩张 那血管扩张了之后呢 我们血液循环就会变得比较好 所以当我们在执行一些中度啊 强度的运动的时候 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延长我们训练的时间哦 再来第四个优点 是减轻我们的压力指数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哦 就是有时候我们很有压力的时候 都觉得哎 好想来吃一颗巧克力哦 感觉很舒压 没错哦 这就是因为巧克力里面啊 还有一些少量的我们的神经活化物质 叫做本乙安 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幸福感 然后让我们有舒压的感觉 而且可以降低我们这个压力性的这种 皮质荷尔蒙的这一种的释放 所以呢 会让我们觉得比较轻松哦 再来第五个优点啊 对我们女生很有帮助哦 就是它可以缓解我们这个旌旗的不适 像有些女生啊 生理期的时候哦 这个美不足 就是我们讲的矿物质美 它会比较不够 那如果不够的时候呢 就引起会 就是我们讲的什么边头痛啊 或者是说 比较会有些痙攣的这些症状 那巧克力里面呢 它的美的含量还蛮高的 所以呢 我们补充一些巧克力 就可以补充我们美的这种矿物质 然后呢 就可以舒节我们旌旗的不顺啊 或者是一些金钱症候群 这些不舒服的状态 因为我们讲了那么多巧克力的好处哦 但是巧克力它到底有没有缺点啊 还是有的哦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哦 不要常常吃会比较好耶 因为视频上的很多的巧克力啊 都是添加了大量的糖啊 或者是其他的香料啊 而且它本身脂肪就不低哦 也算是一种高热量的食物 虽然呢 它有很多的健康的功能 但是我们也不能光靠 这个吃黑巧克力 来就是让我们自己维持健康啦 还是一句老话 叫做要维持均衡的饮食 可能大家还有听过 就是白巧克力 白巧克力它实际上哦 它并没有含可可的这个成分哦 所以严格说起来 它不算巧克力哦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吃巧克力啊 我们吃黑巧克力 而且可可的含量 在70%以上会比较好的 哎大家也许会好奇哦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聊巧克力啊 那是因为啊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后两天 也就是我们的7月7号 就是国际巧克力日哦 这今天要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 虽然黑巧克力的好处很多 但是还是要适量的吃 毕竟啊 吃多的容易怎么样 容易发胖 然后让我们的体重增加 这反而抵消了我们刚刚讲的 很多的健康的好处 这样子不就得不偿失了吗 所以啊 建议大家 一周啊 吃个两到三次 然后一次呢 大概吃个30公克就好哦 你喜欢吃巧克力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哦 我是小玲教主 雷小玲博士养师 我们下次见啰